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中国政府正在打击数以百万的债务拖欠者 各地政府的惩罚措施可以说是让他们倍感压力 《华尔街日报》近日对此做了一个深度报道 首先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一位40岁的普通中年女性 目前她背负着近30万元的个人债务 而她每月的基本工资只有3000元左右 现在除了要面对讨债人对她的穷追不舍之外 她还被中国政府禁止购买高铁车票 中国政府正在对失信欠债者施加越来越多的惩罚 而禁止乘坐高铁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女士告诉《华尔街日报》 她现在只被允许乘坐老式的慢速列车 她有时候看着其他乘客会想 车上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跟我一样是失信人 肩上的债务负担再加上针对失信人的惩罚制度 让中国各地的很多欠债者倍感压力 中国政府正在打击拖欠债务者 具体做法包括扣下他们的部分工资 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 以及限制他们乘坐高铁 飞机等出行工具 许多拖欠债务者还被禁止购买高额保费的保险 并且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者住高档酒店 如果他们不遵照执行 有关部门可以拘留他们 中国政府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的人员数目 自2019年以来大增近50% 已经达到830万人 如果有人不履行裁决拒绝偿还债务 或者被认定不配合法律程序 法院就可以将其列入这样一个黑名单 不同于美国的情况 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宣布破产来勾销这笔坏账 即使是遭遇了不幸的人也必须自己还债 有一些学者一直在批评这种不公平的政策 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5年里激增了50% 现在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 虽然这要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 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 这个数字还是很庞大的 在房价下跌 通货紧缩风险与日俱增 失业问题持续构成挑战的情况下 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民众扩大消费 但是很明显 用来还债的钱每增加1美元 可以用来消费或者度假的钱就会减少1美元 而拖欠债务可能受到的惩罚 正让许多中国家庭在用钱方面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公布 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 低于GDP5.3%的增速 在许多民众缩减开支之际 中国政府正优先推动制造业和出口 而这一战略正在加剧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财务压力之际 像苹果公司、亚什兰黛、优衣库和通用汽车等知名品牌 纷纷公布了在华销售的疲软 优衣库首次出现了在华关闭门店数量 要多于新开的门店 在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房地产是个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 许多人之前为了买房不得不借更多的钱 也有一些购房者宁愿背负额外的债务为了买房来投资 即使让一些房子空置 但是如今房地产热潮已经结束 房价大幅下跌 而许多人无力偿还这些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2023年挂牌出售的法拍房数量大幅上升43% 有约40万套 法拍房也就是被法院强制执行拍卖的房屋 个人债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 也是因为随着经济停滞不前 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 或者使用个人信贷额度来支付日常的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 因为中国政府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控制 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 吸收损失以及注资 尽管如此对中国领导层来说 个人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 仍然是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 阿米尔·苏菲表示 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给宏观经济 带来不利影响 即使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 也是如此 中国不可能轻而易举的解决这个问题 他表示 一旦这个周期开启 通常就是漫长而痛苦 而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 近年来 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 以减少中国经济 传统上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依赖 中国的银行每年发放数千万张新的信用卡 未偿还余额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 猛增50% 达到超过1万亿美元的水平 而随着支付宝和微信等 私营数字支付系统的迅速普及 这些应用软件也帮助消费者 轻而易举的获得贷款 但是在中国 一旦欠债不还 个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国家划扣 用于偿还债务 债务人只能依靠微博的限额 也就是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 比如说 有一名38岁的男子 今日向广州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 从每月9500元 提高到12000元 因为他表示他最近有了一个新生儿 但是法庭记录显示 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 并且得出结论认为 他的限额甚至应该再减少40% 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由于老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受到了限制 专门为他们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 在一起案件中 上海有关部门捣毁了一个黄牛团伙 因为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买高铁票的债务人 订高铁票 根据当地一家法院称 2021年初 有关部门追踪到一名 使用该服务的债务人 并且将其拘留 中国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 保护的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 而不顾陷入困境的个人 需要帮助的情况 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示 中国迫切需要一个 全国性的个人破产计划 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 共同分担贷款坏账的代价 实现习近平的目标 也就是中国变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产政策 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 去年夏天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 个人破产制度 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机制之一 但是很多反对者认为 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 反对者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 也阻碍了破产制度在中国的进展 华尔街日报一开头采访的 那位40岁的中年女性是如何背上30万的债务的呢 在2010年 她在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设备的公司 负责招投标工作 在房地产繁荣时期 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 但是后来中国房地产行业放缓 她就转行 参与投资了一家初创公司 她将大约100万元的个人积蓄 都投到了这家公司 在初始投资花完之后 她同意将部分公司的开支 比如说购买办公用品 员工的工资和一些房租 通过她自己的信用额度来支付 包括使用她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 她表示 她当时之所以敢这么做 是因为看到了公司的业绩 开始有了起色 但是没有想到 随后就爆发了新冠疫情 公司一下子生意惨淡 公司的困境花光了她的积蓄 并且让她背上了30万元的债务 讨债者的电话轰炸 也就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而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 找一份新工作赚钱 是她唯一的出路 但是即使是在这条路上 也依然困难重重 在2021年 当她准备从广州 去上海出差的时候 她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坐高铁 因为买高铁票 需要出示身份证 而她的身份证被禁止买票 她最终不得不选择坐了慢车 最后她还是死去了这份工作 因为各种交通限制 导致她没有办法完成这个工作 现在这名女子 在佛山的一家店里卖中药 每月基本工资只有3000元人民币左右 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 但她表示到目前为止 她已经设法偿还了两张信用卡 而即使是卖药 她也遇到了阻碍 因为在收款的时候 中国人大多使用微信或者支付宝 但是她的账户自2022年以来 已经多次被冻结 现在她不得不使用家人的账户 来向顾客收款 并且她表示 不敢告诉父母真正的原因 害怕他们担心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有什么感想 欢迎您留言讨论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也请点赞 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六度大厨 为你量身定做美味食谱 登陆六度世界 如图点击右上角机器人 图标 然后选择六度大厨 就可以开始对话了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烹饪小游戏 让我们开始吧 你是想做早餐 午餐 还是晚餐 晚餐 好的 晚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我们应该好好对待 下面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你希望这顿晚餐 是素食还是荤食 或者两者都可以 荤素搭配 好的 荤素搭配非常健康 下面是我的第三个问题 你对哪种类型的菜肴 有特别的喜好吗 例如 你喜欢亚洲菜 意大利菜 法国菜 墨西哥菜 或者其他任何类型的菜肴 喜欢吃日韩风味的 好的 日韩风味的菜肴 口味独特 非常美味 下面是我的第四个问题 你有没有饮食禁忌 或者过敏食物 例如 你不能吃海鲜 牛奶 鸡蛋 坚果等等 不吃坚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坚果 下面是我的第五个问题 你喜欢辣的食物吗 或者你更喜欢甜的 酸的 或者咸的食物 喜欢甜辣味道的 好的 甜辣的食物 确实很开胃 下面是我的第六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喜欢 或者特别讨厌的蔬菜 不喜欢胡萝卜 喜欢白菜 好的 我们会避免使用胡萝卜 尽量使用白菜 下面是我的第七个问题 你喜欢吃肉吗 如果喜欢 你更喜欢哪种肉 比如鸡肉 牛肉 猪肉 或者羊肉 牛肉 好的 牛肉富含蛋白质 是很好的选择 下面是我的第八个问题 你有多少时间来准备 这顿晚餐 你需要一个快速简单的菜谱 还是你有更多的时间 可以尝试一些 更复杂的菜谱 快速简单 最好微波炉 就可以解决 好的 我会为你找一个简单且快速的菜谱 下面是我的第九个问题 你喜欢用哪种烹饪方法 比如煎 炒 炖 蒸 烤 或者微波 微波炉 好的 微波炉烹饪快捷方便 下面是我的最后一个问题 你有没有特别想要尝试的食谱 或者食材 现在让我根据你的回答 为你设计一个菜谱 主食可以是面食 根据你的需求 我为你设计了一个简单快捷的日韩风味牛肉面食的微波炉菜谱 菜谱名称 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食材原料 牛肉切片200克 方便面一包 白菜100克 韩式辣酱二大勺 糖一小勺 酱油一大勺 蒜末一小勺 青葱 适量 步骤 在微波炉安全的碗中 加入牛肉切片 韩式辣酱 糖 酱油 蒜末 搅拌均匀 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切好的白菜 搅拌均匀 再次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两分钟 取出碗 加入方便面和适量的热水 根据方便面包装上的指示 搅拌均匀 确保面被水覆盖 再次将碗放入微波炉 选择中火 加热三分钟 取出碗 撒上切好的青葱 搅拌均匀 即可享用 点评 这道微波炉版甜辣牛肉面 非常适合忙碌的你 它不仅制作简单快捷 而且口感鲜美 营养均衡 牛肉富含蛋白质和铁质 可以提供你一天所需的能量 白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消化系统 方便面则为你提供了 主食所需的碳水化合物 韩式辣酱和糖的加入 使得这道菜肴既有韩国菜的辣味 又由日本菜的甜味 非常符合你的口味需求 现在 我将为这道菜画一张配图